农水署花馆处近年来积极建构瑞穗五贺喷灌系统 后续维护管理才是至关重要 经过地方公所与农会协调之后呢 那么在下午三点三方首长代表也正式签订 永续共好合作意向书 那么也透过跨域合作的方式来永续管理 在地农民也乐见其成 瑞穗乡长吴万德瑞穗乡农会理事长魏清河 与农水署花馆处长张其伟 依序签下大名共同签订永续共好合作意向书 开启三方合作共好模式 首先到我们管理处的伙伴这边 持续做一些取水跟代性的管理 那其在公所这边是在乡长的代理下 我们公所可以做一些周边的绿文化 跟一些环境清理让我们环境越来越好 那最后通过农会这边 可以通过农事或推广 我们组织在地农民可以有去共 那另外也可以就是帮管理处这边做一些 有点像是巡视的工作 如果有些设施坏掉了 也跟我们管理处提醒一下 让我们管理处赶快来办理修缮 三方透过跨域合作方式 共同管理新设的灌溉系统 促进在地农业的永续发展 在地农民也乐见其成 还没有做 我们在东段 五号东段 那现在灌溉是怎么灌 灌溉都是没有做灌溉 现在就整第二起工程 现在还没有开始用 还不知道 就是农水水系统说 你们可以自制成立管理委员会 如果这样是很好 希望最主要就是山上有水下来 大家都能够公平地去分摊水资源 这是最重要的 热水厢五号台地受限于特殊地理环境 以及灌溉水源不足 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下 当地包括文旦柚 苦茶 咖啡 尤其米香红茶等生产受到限制 甚至也因灌溉用水的缺乏 导致部分粮田修耕 农水属花馆处完成 五鹤全区灌溉系统的规划 并且已经先行完成了西五鹤地区的喷灌设施 处长张其伟 期盼透过永续共好合作意向书的签订 地方公所农会以及在地农民 共同合作管理维护 跟在地的农民或者是团体 相公所合作 推动后续的一个灌溉秩序 制度的一个建立 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次的扩大灌溉服务 能够推到未来 能够运作更顺畅 灌溉用水公平合理 分布到每个农民的田地 中央单位协助地方改善 并提升农作灌溉设施服务品质与效能 地方农政单位与农民万分感谢 而后续设施环境的围管 以及灌溉用水的分配使用等等 能借由合作意向书的签订 共同努力 公所农会也义不容辞的支持 全球的力量 给大家的菜单位 反应该有还有弹数 对啊 该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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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农店这个水里会 在冬沫上 那比临头 我看那个水塔大概3 40个这么多 那我想这个东西不外户的 就是要让我们的水汁也够用 以台九县为界 以西地区包括水源头取水处 以及灌溉设施都已完成 将近180多公顷面积农地 有水可灌溉 而接续东武克与大平顶灌溉系统改善计划 农水署花馆处表示 预计最快今年年底渴望发包动工 期盼能分两期来施筑完毕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